接下来同样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母亲节庆祝活动 充满浓郁甜蜜蜂的蜜糖吐司 是时下很多民众喜爱吃的甜点项目 搭上这一股甜点风 母亲节前夕寿山动物园就举办了亲子手作蜜糖吐司的活动 让许多没有一起做过点心的妈妈小孩 直呼实在是太新鲜了 另外为了让园区内的动物也能享受过节的气氛 主办单位也特制了动物园字样的蜜糖吐司 要给黑熊波比来尝鲜 戴起手套在细长的纸盒上 挤上满满的卡士达酱 再铺上烤棍的面包 最后用水果软糖装点 就成了美味可口的蜜糖吐司 这在动物园为了庆祝母亲节 特别举办的手作蜜糖吐司活动现场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 然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出来这边玩 我觉得高雄市政府办这个很棒 而且可以全家一起做 对 很棒 这还没来之前就知道了吗 对 在网络上报名的 对 就这个当代我们很少在做 所以今天可以来这里有这个机会 还蛮开心的 现场部分大人小孩尽情享受 难得的亲子点心创作时间 活动进行中 甚至有小妹妹等不及作品完成 早就将沾满酱料的面包吃下肚 但蜜糖吐司的魅力可不止这样 就连园区内的大黑熊也抢着试吃 我们会准备那个就是大型的蜜糖吐司 给我们的那个台湾黑熊享用 就是让我们的台湾黑熊 可以在母亲节这一天跟那个熊妈妈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黑熊波比都可以一起来 也是可以感受一下母亲节的气氛 为了让陆园参观的民众 能有不同以往的母亲节体验 动物园推出难得的手作甜点教学创作之外 更不忘做一份有动物园字样的蜜糖吐司 与大黑熊一同分享 而这也成了园区内难得的珍贵画面 港路新闻黄指倩吴炳元采访报道